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隔一个多月后 卡姆所在的公司 终于对此事做出了回忆 决定无限期暂停卡姆的工作 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 支持相关的处理结果 并代表卡姆向社会观众最诚挚的建议 对这样的行为表示痛心与惋惜 在此次的吸毒案件中 卡姆的女友古莱也一次一同被捕 为同案处发人 卡姆与女友古莱已经相恋四年多了 生活十分甜蜜 感情一直很好 古莱的微博经常会发一些和卡姆互动的亲密照 很难想象两个如此相爱的人 竟然会同时变成叶君子 这让不少的CP粉十分惊讶 也让人十分惋惜 本来有着大好前途的卡姆 却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 今年25岁的卡姆热情开朗 能说回到 而且一站站脏脱口秀的舞台 总是能随时保持兴奋的状态 什么话都敢说 夸张的肢体预言 加上丰富的表情 能轻易地带动观众的情绪 一段短短五分钟的表演 总是能搏的观众哈哈大笑 有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 因此也被称为卡姆是幽默 凭借着自己的三寸布拉之蛇 卡姆还一直夺得了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总冠军 按道理来说 卡姆今年才25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也达到了很多同龄人无法到达的高度 前途应该是一片光明的 而吸毒却给他干 开始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要知道 一旦成为猎记忆人 不仅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还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形象 而明星最重要的就是人生和形象了 像之前吸毒的柯震东和宁财神 遭受了许多观众的抵制 无法在娱乐圈继续发展下去 卡姆吸毒的心门被曝光后 网友和粉丝一片哗然 有网友表示 吸毒带坏社会风气 不可原谅 也有网友为他感到惋惜 大好的前途 就这样被自己毁了 艺人本来应该是给自己的粉丝带来正能量的 娱乐圈的压力很大 但是吸毒并不是缓解压力的